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國皮克球協會指定教練 接下來的時間將帶領大家一起來學習皮克球的基本擊球技巧 在皮克球運動當中,因為球拍的握把比較短的緣故 所以當我們在打所謂反拍的時候,並不會像網球採用雙手反拍 那既然是單手反拍,為了方便選手在打反拍的時候 不用額外的轉手腕或是轉握把 所以我們建議正拍和反拍的握法都是採用所謂的菜刀式握法 那既然是菜刀式握法,顧名思義就是這個是拍面 那我們就把虎口放在側面這個拍柄的同一條直線上 這就是菜刀式握法 預備姿勢的部分,我們分成三個部分來做講解 下半身,上半身,還有手部的動作 那下半身是雙腳張開與肩膀同寬 上半身的部分,身體微微向前傾 然後膝蓋微蹲 在手臂的部分呢,一樣是菜刀式握法 那左手會輕輕的托住在握把和拍面接觸的位置 再來,為什麼球拍要放置在所謂的胸前 是方便,不管高球或低球都相對來得及反應 正拍直板,擊球點大約在膝蓋高度位置 拉拍至口袋後下方 拍頭約直立向下 手腕為向後彎曲 前腳向前小跨步 肩膀與手臂一起擺動 將球拍推出擊球 擺動延伸動作至肩膀高度 正拍水平 擊球點大約在腰部高度位置 拉拍至腰部高度 手腕為向後彎曲 打法與直板打法相似 都以中擺式的擊球要領為原則 反拍 拍頭向後拉 前腳跨出後 手臂與肩膀一起擺動 並向目標方向推出 擊球時 手腕維持穩固接近90度 不可隨意晃動 正拍平推結擊 擊球點在胸口高度 拉拍至肩膀位置前方偏外側 拍面為轉向正前方 擊球時以推壓方式向前方推出 反拍平推結擊 以手腕為軸 將拍頭橫向轉拍至於正前方胸口高度 拍面為朝正前方 擊球時手臂向前伸展 注意手腕始終盡量維持90度 短小球 拍面朝上 以輕推方式提推向上 膝蓋為彎曲 手腕保持穩定不動 注意力道的控制 不要過大 以上是 比克球擊球技巧的教學 如果有任何疑問 歡迎隨時應用的遊戲